资深投资者林一鸣就说到 即使出现疫症,楼价都不会点向大跌 如果跌幅够大,自己都会考虑入市 他之所以更有信心 主要就是因为现时的经济没有沙士时那么差 而近期失业的人都不算是高薪一组 除了需求持续强劲 还有林一鸣说到,供求方面都支持楼价 特别是政府将私营房的比例下调到三成 近期出现的新冠状病毒 令市场又再讨论楼市会不会像03年SARS那样 又出现因为疫情蔓延而产生的跌市 今集明人留言就请了资深投资者林一鸣先生来讲讲 Hello,Eddie你好 Hey,Liven你好 依你看现在的楼市气氛是怎样 疫情又有没有很大的影响呢 将来又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因素要看着呢 其实如果看回今次的疫症 大家都很多人很期望会不会像SARS那样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平货收拾这个机会呢 我想大家就很大机会会失望了 因为如果你看回疫情暂时的情况 应该未必会令到楼价下跌 我想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很多人其实今天都已经经历过SARS的情况 我相信如果譬如今次因为疫情就算严重了 而令到楼价下跌的话 很多人可能跌少少一两成已经涌入市收拾平货了 包括我自己在来,我也肯定会入市了 所以很多人经过上次的经历 这次未必会很大幅地砍价买楼 因为上次SARS试过 买楼后悔17年到今天 而第二个就是经济环境和SARS有点不同了 我觉得SARS除了疫情影响到楼价下跌之外 主要是经济有点问题 在当年很多是中产或以上做银行、金融 那些行业都失业 而他们失业是楼市的参与者 他们变成负资产,又没了份工,便宜价卖楼 今天完全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你看到,就算因为政治事件而失业 很多都是零售、饮食、那些行业的人 而那些行业的人的工资都是一万多 两万多元,未必是市场参与者 而最后一点就是看需求 今天和SARS的需求 最大分别就是多了一批很多新香港人 由国内移民来香港,拿了七年 即是救了三星的身份证的人 其实97年到现在 那些新香港人的数量是一百五十多万人 只要平均有两至三成人,有钱卖楼 其实需求完全支持不了他们 所以因为这几个原因来说 我想这次也挺难会大幅下跌 你说到新香港人的购买力 其实有多少,当中如何统计呢 其实如果你说新香港人 你说真的计算他们有多少买楼 这个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我们只知道他来了 而他拿了七年之后 他拿了身份证 跟你肚身肚长的香港人 其实是一样的 你最多可能在他的名字的拼音 可能查到 但有时都未必他可能30年前 他移民到香港,当然这些不算 所以性息的统计数字 买楼是没有的 但有多少人下来呢 这个大约有数据 首先,每人的150个价格 一年那里大约有5万 那里有23年加起来 那里也接约90至100万 而第二批 在之前双飞的儿童 其实现在最大的 都是夜二、夜三岁 他们父母当年是比较有钱的 因为当年一定是比较富有的 你才会来香港生孩子 不会有个农民来香港生孩子 那里有20万左右 然后他们慢慢也够18岁 第三批是各方面的专才输入 那里大约有28万 所以这三批人加起来 大约有150多万左右 而正常的比例 就算香港人平均大约三至四成 是完全有能力 很轻易地参与楼市 而我估计国内那群人 其实比例也是差不多 要是看他们的入息分布 其实有部分 比香港人的收入多 例如他们是专才 如果150万 我打过三折 那里已经有45万 保守估计 他们有能力买楼 在那150万人里面 四、五十万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除了疫情之外 接着未来的一年 有没有重要因素 影响着楼市 如果真的看过楼价 挺方便 第一,就是楼市的参与者 即是本身有能力买楼的人 他们的收入 或者有失业率 是否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SARS 在SARS的时候 很多人做银行、金融 他们真的没有工作 所以要占价地卖楼 但这次暂时不是太大影响 当然,如果有一天 突然看到中产以上的人 他开始失业率真的上升 这个我们要小心一点 第二,就是香港的供应 大幅增加 这个暂时看来 就接近不太可能 因为你看到近两、三年 新的开发土地大幅下跌 所以两至三年之后 新盘供应有机会 每年只剩一万领 再看第三个因素 就是看需求 除非真的很多 譬如新香港人 或者父母 买给孩子的 他们突然间对香港 失去信心 他不再在香港卖楼 尤其新香港人 刚才说过 八、五万取得身份证 然后四、五十万 有潜质的那批人 他都不想卖 才有机会 令到个楼的下跌 我想主要就是 看这三个因素 其实私楼供应下跌了 部分都是源于政府 将棋丝楼的土地 撥到汽供应房屋 公私营的比例变成七比三 其实会否也满足到 部分的住屋需求呢 其实是直接会影响到楼价 因为你想想 由六四转了七三 公私营房屋的比例 由四转三 基本上是没有了25% 而加上第二件事 就是看过去的近四五年 新开发的土地数量 其实大幅下跌 下跌了当然新供应 其实我们现在看 开始动工地盘、建筑量 都数到三至五年之后 其实会只剩一万 一万头的单位 所以这个影响 真的会比较大 当然你供应少了 而你的需求也多了 不要管香港的本土人 现在平均来计 每年在国内移民各方面的途径 进来香港的话 大约有八万人左右 过了几年之后 有机会陆续上升 九万、十万 就算我当它八万 你变成循环来计 每年有大约七万至八万的人 刚好住够七年 又拿了身份证 他们也会买楼 所以这批这样的人 每年七至八万个 新香港人 他们存够七年之后 只要有两至三成 想在香港买楼的话 基本上 他就会将所有 香港新楼的公益全部吃光 接下来这一年 有没有什么入市的时机 其实如果你看到 今年未来的一年 我也觉得香港的楼价 住宅方面 未必会有大幅下跌 我认为可能移动几个百分比 假如如果楼价 各方面的环境不转 跌了一成以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 有多值得去长线投资买入的 一个好时机 但我也怕跌一成的机会 不知道是否真的这么大 如果跌一成 我自己也会考虑一下 看看有没有便宜货 可以在市场上高质 但经济数据 未来也会差 如果从经济上说 影响楼价 未必是直接影响到GDP 当然经济差会影响 但通常是经济差 而影响到一些失业率的上升 而更是持有楼宇 即是有份参与楼宇买卖的 中产以上的人士 他的收入下跌或失业 才会直接影响楼价下跌 当然如果经济差 第一个关口 然后我们再看看 是否失业也很差 然后失业很差 现在是否真的做银行、金融 或者可能做会计 即是四、五万元的工资 以上的人 他们也有很多人失业 如果是的话 然后楼价才会下跌 当然SARS完全是这样的情况 当年很多人做银行 他真的没有了份工 没有了份工,又有负资产 当然他就要占价的卖楼 但你说在这次 我们觉得经济差是肯定的 我也觉得未来一年 他的GDP应该都会比较暗淡 甚至会辅数 然后失业率 但今次的失业率 和SARS就会有个分别 主要集中失业的 都是刚才那个零售 饮食、旅游 这三个行业 所以对于楼价影响 我觉得 因为无论疫情也好 经济转差也好 相对会轻微 但当然 如果你对租金的影响 这个我就比较悲观 由于影响收入的人 例如一万多至两万多元的人 他卖不起楼 当然便租楼 所以那些租金影响 下跌的机会会比较大 我猜今年有机会 10至15%或以上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集再见